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我們現場各位的粉絲朋友們,大家早安啊 今天是個週末假日 但是好像下起了雨 場內的遊客好像也不是挺多的齁 那想說今天剛好也下雨 那想說利用這個下雨的時間點 我們來直播一下我們這個路口花園的 芳香萬壽局以及銀杏的一個現況 早安早安讓大家感受一下雨天不一樣的美景 或許很多人會覺得說啊下雨出來 旅遊就感覺說有點不太方便 但是其實下雨天來欣賞這樣子的一個美景 也是有不同的感覺啦齁 好各位,那其實我們來透過畫面來看一下 在我們芳香萬壽局上面這一整邊這邊也都是我們的一個櫻花樹 各位,你們有看到這個櫻花樹有什麼樣子的特徵變化嗎? 來,我們來注意看一下 它這個葉子都已經開始轉紅了齁 轉紅代表說我們的櫻花樹現在已經即將進入到落葉的狀態 落葉的狀態 那落葉的狀態代表說它這樣子的一個生長週期也還算是蠻正常的齁 所以我們就期待明年的一個櫻花季的一個現況 好,那其次的話我們是要欣賞我們旁邊這個路口花園每到11月份 跟我們的便業植物一起登場的就是我們的芳香萬壽局齁 那芳香萬壽局比較可惜的是說 大家如果說沒有來到現場的話 我們只能透過這個直播的鏡頭去欣賞這個芳香萬壽局的一個美 哇,歡迎歡迎,過了藍山齁 雖然說農場現在下著雨,但是其實雨是不是很大 好,那你看這個山谷間又是山南飄渺的感覺還蠻漂亮的齁 好,這個芳香萬壽局大家只能透過直播的畫面去欣賞這個芳香萬壽局的黃色的花的美 但是如果你能親臨現場的話 你甚至可以去觸摸這個芳香萬壽局的葉子 大家記得齁是觸摸,不要去採摘啦齁 好,觸摸齁就可以有一個淡淡的那個 常常會形容說是有點類似像百香果的香味啦齁 早安早安,謝謝各位的收看 好,所以芳香萬壽局現在是逐漸逐漸的開花 好,那因為我一手拿著雨傘齁 那我們去仔細看一下,其實它現在還有很多花苞 還沒有完全展開齁 目前初估 芳香萬壽局在這一整片的話大概 旁邊的圍欣賞 旁邊的圍欣賞 呃,是哪邊的圍欣賞 是說那個風林木屋嗎 風林木屋預計是在11月3號 會整修完畢齁 所以11月3號那邊應該會撤離啦齁 好,所以這個芳香萬壽局現況來看的話 小編推估大概 嗯,又至7層吧 又至7層齁 小編認為說這邊的芳香萬壽局還沒有到達 滿開的一個狀態齁 所以我們看來細看它其實還有很多花苞 還有很多花苞才剛初開而已啦齁 帶著一些雨滴這樣子的看 欣賞還蠻不錯看的齁 好 那我們再往那個路口花園這邊 先稍微來走一下看一下齁 路口花園這邊有栽植的一些季節性的草花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草花可以欣賞齁 那其實我們路口花園這邊都有稍作整理齁 看起來是比較乾淨清爽的 包含在我們路旁的這個紫色的花 小編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了齁 那是現在好像不是主要的花期 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西班牙鼠尾草 那鼠尾草的特色也是去觸摸 它的葉子啊 主要是去聞它那個虛擬草的一個香味 主要去觸摸它的葉子 像這種香花植物啊 大部分都是它的葉子在香 然後欣賞它的花美 然後哼哼 好 我覺得這一波的路口花園 這一波的路口花園 我覺得這個激光花是開的最漂亮的 哇 你看這個激光花 大紅大黃的 非常的显眼 非常的漂亮 那旁边的这个 坠叠花 也是开得还蛮漂亮的 合金音 还没有开花 待会我们去关心一下 它的现况 这个激光花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是目前路口花园 的一个小亮点 不过下雨 但是我觉得这个 雨停的话 这个应该 会重新自己站起来 嗨 你好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一边 这边的 樱花 也都开始在准备 开始落叶了 我们的这个 坠叠花看起来是蛮漂亮的 我们也是有一群游客 然后撑着傘穿着雨衣在雨中 这样子去欣赏 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氛围 好 这边就是我们目前 路口花园的一个现况 来刚才有人问到我们这个 合金音 我们来看一下合金音的一个现况 目前合金音 它大部分可能会是连同花带叶一起开花 好 那我们目前看到合金音的这个叶子 已经开始慢慢的落叶了 那我们注意看一下它的花苞的现况 依照往年合金音开花的一个时间点 大概是落在一月份 落在一月份 所以依照目前这样子的一个花苞的现况 小兵也认为说 此坡的合金音可能也是要落在明年的一月份 明年的一月份才可能会开花 依照目前的现况观察来看的话 是这样子的一个现况 那旁边这边就是我们的金雀花 这个金雀花其实生长速度都是还蛮快的 那这个金雀花都是有去给它修剪过的 要不然金雀花如果不去给它修剪的话 它其实可以长得比人还高 长得比人还高 其实有时候这些景观植物还是要去适当的修剪 才可以保持它这个漂亮的树形 那你看这个下雨过后 下雨中还可以看到这个水珠残留在这个植树上面 其实也是蛮另类的一个欣赏的感觉 好 这边就是入口花园的一个现况 让各位了解说目前入口花园有什么花 可以欣赏我们的芳香万寿局 目前开花的状态大概达到六至七成了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银杏 这边也是合金银 依照目前这个合金银的一个现况 应该看起来应该 不会那么快开花了 好 那我们就往那个银杏林那边去看一下银杏的现况 小编是认为说银杏在这个雨天去欣赏的话也是有不同的美感 好对 其实雨天也是有雨天欣赏的感觉 那下礼拜的天气是怎么样也就不得而知了 那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说是好天气 因为毕竟阳光辐射之下去拍这些植树都是怎样拍怎样都美 对 紫藤也开始在落叶了 已经叶子开始稍稍变黄了 你看比较偏尾端的这边的紫藤叶也开始在落叶了 早安 好 那我们就往银杏林 所以各位很多人会常常问说银杏林要怎么过去 好那像我们今天直播的镜头是透过从路口花园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走进来到我们的银杏林区 那另外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到桃花庄 桃花庄后面也就是我们的银杏林 所以银杏林在这一边 桃花庄在前面这一边 所以你从桃花庄在这一边走下来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指导我们的银杏林哦 对啊 下雨天 疫情又不太一样了 各位其实透过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发现 其实我们的银杏林已经开始转黄了 但是这种黄是属于初阶的 绿转黄的状态 它还没有到完全全黄的一个状态 你说要全黄的话可能是比较 偏外围的银杏林 哦比较偏外围的是这几颗比较小颗的已经率先转黄了哦 但是比较偏里侧的这一边的一个银杏 它还是稍微绿绿的哦那也是因为刚好 前后两排那我们的一个银杏林哦 呃转色的时间点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哦 算是可以慢慢拉长它一个哦转色的一个时间点哦 尤其我们看一下 那正前方这一颗还是这么的绿还是这么的绿还完全没有变色啦哦 所以小编常常说银杏啊 其实我们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可以来欣赏了哦 保持差别说哎你想要怎样看那个银杏的霉 好那像这个是属于绿转黄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一种不同的一个美感 那有些人会认为说我是要就是到全黄的状态 准备要落叶的状态那时候看是最美的哦 当然说每个人欣赏美感的角度都不一样啊哦 这是取决于大家安排旅游时间点的一个时机点啊哦 OK 小科的会先晃先落叶没有错哦 那小科的他也比较偏那个西家湾西侧哦 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它 变色的一个时间点哦 所以各位透过这个镜头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 外围的已经真的开始转黄了哦 里头的还是绿绿的里头的还是绿绿的哦 所以 10月底至11月中上旬外围的会先黄 里头的小边大概初孤大概是11月上旬至下旬 里头的才会开始转黄哦 所以大概整个11月份 都还是可以去欣赏银杏的一个时间点哦 那你如果要内外两侧同时看到它变色的话 我觉得中上旬 中上旬可能是最好的时间点啊 所以各位银杏银的现况就是这样 还是把我们的focus的主角放在我们的银杏银 然后 那这雨天有不同的美感 像我们看一下眼前的这一颗啊 它其实还没有很黄 它是已经开始初阶的绿转黄 跟旁边的黄是有点差异性的哦 那里头是比较绿 我算是可以同时去观察出说 不同的一个变色的一个时间点啊 坐在长衣网上拍啊OK的 坐在椅子上 那湿湿的我就不做了 有不同取景的角度大家可以去拿捏啊 然后这个各个不同拍照的角度大家可以自己去取景啊 转过头来看 跟那一天好像从这边看过来也是不错看的 大概从这个角度照过去 这样子看过去还蛮漂亮的哦 各位这个是直播的镜头吼 小编记得之前在po这个银杏的照片常常会引起争端就是说啊 颜色好像有点失真吼 那其实 透过这个直播的镜头完全没有去修改这个是最直觉的镜头吼 这个完全是都没有在骗人的然后 我这样子一个树枝的美感 这样子去欣赏银杏的业的煤 也是蛮不错的 各位 我们明天去直播露营区了吼 11月份是农场的第2个小旺季所以 小编 今天也会 拼命的 大家直播 好尽量就是 忙里抽空啦 还是会替各位去做直播啦吼 好啦 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直播介绍 让各位了解目前的一个 南谷路果花园的一个 芳香万寿局啊 那些草花啊 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银杏林的一个现况 吼 有些朋友好像已经开始规划下个礼拜 陆陆续续要来了啦吼 好啦 那各位一样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在message里面提问 那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小编今天的直播就准备关播咯 明天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去直播露营区 因为下礼拜 4 到下下礼拜二 因为旅展的关系会不在农场啊吼 何时播中正亭天额池的枫叶 好既然有人提问了那我们就 下午吗 下午我们直播好了 像我们直播那个厂部附近的一个现况啊吼 那下午直播中正池中正亭那边的一个现况那 呃明天我们在直播那个露营区的 唱歌 我记得看福边那一个直播唱歌好像也会引起别人家的反弹啦 小编还是不要乱唱歌啊吼 而且小编唱歌可能是要看着 KTV那种 有歌词的状况之下 才会唱小编不会清唱啊吼 对 下午我们直播那个厂部附近周遭的一个现况啊吼 好 好啦那没问题要关播咯 谢谢各位的收看 呃这次旅展没有卖票哦 因为其实现在旅展小编 也觉得越来越不想卖票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买了票 像那个三年前的 不是两年前的 2021年的 最近小编常常收到那个2021年的很多人要退票 那 退票 小编私底下说啦 我觉得 退票 会有一些作业程序 增添一些小编的一些 作业流程吼 因为其实买票大家其实也可以想想 就是说其实你那张票也不会失效 如果真的过期的话 他就是等同现金使用 等同现金使用 因为大家 以后还是会有机会来到农场嘛 而且 你要退掉你还会去损失你的手续费 好啦 这只是小编 小小的 看不见听听就算了 你要退票小编还是会帮您做 只是说 因为现在旅展的票 在外面流通的量实在太多了 对 对 好啦 这只是 另外的谈话 好没事没事 好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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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